令人疑惑的是 杨先生为什么会一直呈现出这种状态呢 又是什么让洪女士坚守在这位 长不大的丈夫身边整整四十年 这背后是否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 我父亲正月十五走掉 扔下我们一帮孩子没有家 我的弟弟才十岁没有书读 姐姐嫁人了 带到姐姐家里 姐姐说这弟弟是不是我们生的 我们没有责任 不要管 后来我下放在农村 把我小弟弟带到农村去吧 那时候两毛钱一天 有时候没饭吃 有时候没有菜 小的带去了 后来呢我那个大弟弟呢就生病了 没人管了 脑子出问题了 后来我们农村回来呢 我那弟弟呢晚上呢开水就浇我身上来 洗衣板这么长长的就敲下来 后来呢他追我了 追我不正好我弟弟发病 天天要赶我走 就一个人随便嫁掉 有人要我我就嫁吧 赶紧逃吧 就想一个家 嫁了以后也把我弟弟又带去 这一段经历 对你后来 对你后来的婚姻生活有什么影响 什么都好商量 什么做自己做最好 对他的爸爸妈妈 对他的兄弟姐妹 他兄弟五个都很好 当时在公社工作的话 知识青年回自己下方的地方去看看 碰到了以后 那么我是这么认为啊 我老婆这个人是好的 虽然疏度的少了一点 我是认为这个人也蛮善良 可能会对我好 他刚才说的 他弟弟对他不好 那我也说 假如他愿意嫁给我的话 我姐也要了 就这么回事了 那你现在的这种性格 包括你说 也觉得自己长不大的这种处事方法 是什么给了你影响呢 家庭条件也有关系 我爸爸是解放以前就出来工作 在邮电部门 工资也蛮高的 家里呢 不用为生活发愁的 也不安逸 爸爸妈妈呢 他们也就是说 有几块钱 用几块钱 很随意 影响了我 看淡了 什么东西都看淡了 无所谓 无所谓 你对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追求了 对对对 没那么多追求 他也经常就说 我对你们全家都这么好 你对我一个人合作不到 我自己也有压力 可以说 老两口四十年的婚姻模式 跟他们的成长背景 有着巨大的关系 一个习惯性的付出忍让 一个理所应当的不长大 不承担 继续这样的状态 洪女士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她已经受够了没有依靠 独自承担一切的生活 就希望老伴快快长大 只是老小孩杨先生 真的能够长大吗 老两口过去的生活状态 该如何改变 但会不会自承担并垫的